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Let it change Hey 大家好 歡迎來到Felz Rock 最近天氣真的是越來越熱 春夏季其實男裝的變化選擇算蠻少的 那最近就有在思考如何在春夏季的搭配中做出更多變化 除了在飾品配件類的變化之外 我個人覺得包款的變化也蠻重要的 像是入手了UNIQLO U的抽繩軍備包之後 就覺得整體混搭中變得更加完整 有時候甚至是當天的搭配中 抽繩軍備包變成是混搭重點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幾款 在Erdestria集團中 我個人還蠻有興趣的幾款包款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像MUJI UNIQLO 他們推出的包款中變化算蠻少的 這時候我就會朝向Erdestria集團中的 NICOLANDO RACE BLUE HALE GLOBALWORK這些日系品牌的包款來做選擇 因為售價上蠻接近 而且在設計變化上 還是這些品牌的設計變化比較多元 所以今天就來介紹幾款 我自己還蠻有興趣的單品 而且CP值日常混搭設計方面 都還蠻不錯的包款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就在今天重點之前 一樣來介紹一下GNOTD OK 今天的搭配是卡其色調的春季混搭 首先褲裝的部分是 今年春夏季 UNIQLO U的2TAC雙打者卡其褲 在內搭則是Race Blue的卡其色Pool of Tea 兩鞋的部分一樣是 傑克軍80年代公發的KUKA SANDO 最後西裝外套則是 UNIQLO U去年春夏季的棉麻西裝外套 那今天的整體搭配就是 卡其色調的單色調混搭 基本上只要把色調統一之後 整體畫面看起來就很乾淨 再加上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選擇的所有單品都是比較寬鬆 那穿起來是舒適的Size感 所以蠻推薦夏季盡量挑選寬鬆 像今天的整體搭配都是寬鬆感的搭配 那在春夏季這種Size感 穿起來更加涼爽 畫面的呈現也很涼爽 推薦給大家 好馬上進入今天重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Erdestia集團中 包款類單品在設計方面 我還蠻喜歡的幾款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Global Walk 男輕量防水機能性拖留包 這個只有推出黑色 這款整體設計就非常低調 那如果是重視機能性的人的話 就還蠻適合的 看一下商品介紹 它有說明這一款包主打的三個重點就是 Smart Access Pocket 還有Comfortable Inner 跟Water Repellet 那Smart Access Pocket的部分 主要是它是兼背包 在兼背的情況下 背包側面有一個拉鍊可以拉開 直接通往內側拿到裡面的東西 還蠻方便的 再來Comfortable Inner的部分 主要是說有蠻多機能性的內袋 基本上我們看照片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裡面有做筆電的專門分層 也有專門放寶特瓶 雨傘的分層 所以在日常使用上還蠻方便 再來Water Repellent的部分 就是它是採用防潑水的設計 所以突然下雨的話也沒有問題 這款脫衣包 我個人覺得是今天介紹的包款中 最適合上班族使用的 售價方面是$269 再來 Global Walk 男Urban Carry多用途皮革側背包 這款設計上就還蠻有日系品牌的設計品味 推出黑、鐵灰兩個顏色 我個人還蠻喜歡鐵灰色 它有一種淡淡的紫色味道 還蠻好看的 日常混搭中 搭配的變化選擇 我覺得更加多元 整體設計非常簡約 那看Model實際側背的感覺 就可以看得出來 整體容量上算蠻大的 那我還蠻推薦男生選擇包款類的話 盡量選擇大一點 比較好看也比較實用 這款背帶部分是可以做調整 可以調成側背或是斜背都OK 內部的話則是有幾個小按帶 整體設計非常簡約 那是採用磁扣式的設計 鐵灰色側背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雖然是合成皮革 只是質感上也還蠻不錯的 售價是1990 Rage Blue 男女皮革復古三角型肩背包 這款只有推出黑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上半部有做橢圓式的設計 看Model肩背的畫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剛好這個橢圓就可以讓整個手臂完整的穿過去 那背起來舒適性應該是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說我的話 我會喜歡像這個照片一樣 把它調的短一點 那也用手提示來搭配 應該會更加好看 側邊的話也有一個拉鍊口袋 內部的話則是採用磁吸式的扣子 這款介面包整體設計就變化性還蠻大 還蠻有Rage Blue他們的設計風格 售價方面是2190 再來Global Walk男女Urban Carry輕量質感紀念款皮革肩背包 這款推出五個顏色 那目前只剩棕色 個人也覺得棕色調是最好看的 這款其實跟剛剛Global Walk的多用圖皮革側背包那款蠻像的 幾乎完全一樣 只是在皮革的變化上不同 那還有色調的選擇也比較多元 重點是售價也是相對比較親民 原價1490 目前特價1043 感覺算也蠻暢銷的 看他賣出的數量也售出了63件 基本上看起來他的皮革相對的比剛剛的那款來的更加的軟了 皺摺性也比較多的感覺 整體設計也是蠻簡約的 磁吸扣的設計 那肩帶的部分一樣是可以做調整 商品的部分 他是有說明主打三個功能性 Lightweight Easy Care 還有Comfortable Pocket Lightweight的話就是說 他是採用輕量素材 所以在肩背的時候就比較不會產生負擔 再來Easy Care的部分 就是他是選擇相對比較不會怕雨跟髒污的合成皮 所以在保養上也比較容易 再來Comfortable Pocket的部分 我們看這一張他們把內裡翻出來的照片就可以看得出來 側邊有可以放水的內袋 那也有可以放傘啊 手機的小內袋 基本上該有的功能性都有 還算蠻不錯的 所以如果跟剛剛的多用途皮革側背包的比起來的話 我會更加想要入手這一款 因為色調我更加喜歡 售價也更加親民 目前特價是1043 最後就是Halei Nani素材抽繩手提兼背長型包 這一款推出白色跟黑色 那目前只剩白色 售價方面是3490 那兩個顏色中 我個人覺得也是白色比較有設計變化感 那我們看一下他功能性的部分 基本上背帶部分 他是採用可拆卸式的設計 如果你不想側背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提 然後內部的話有做多層設計 中間有做拉鍊的內袋 一邊採用磁吸式設計 另外一側採用抽繩式的設計 還蠻特別的 所以在功能性上還蠻不錯 你也不會怕東西掉出來 又做多層的設計 像磁吸式那邊你可能 以這個背帶的大小 你就可以放筆電之類也蠻方便的 那我還蠻喜歡的設計 的點就是在於他的 抽繩式的這部分 像白色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抽繩這一邊的分層 抽繩部分他是垂出來 看起來又有修飾整體設計的一個設計亮點 所以黑白相間的這種感覺 我還蠻喜歡的 整體設計的細節上也蠻多 那在這個售價上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售價是3490 好那今天就是挑選這五款 在設計方面我還蠻喜歡 而且日常混搭絕對都是非常實用 好看的單品 商品連結我都放在下方介紹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我看看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穿搭影片 或是公發金融品影片的話 再會給大家follow下個人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instagram也會時常更新穿搭 也可以follow下 還有sowebook蝦皮賣場 近期會參加新品 有興趣的話可以逛逛 我是Roc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